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夜料增多,是身体不好吗? 提醒,晚上集业次数太多 有可能是得病的信号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张先生今年42岁 是一家国企公司的骨干 也是家庭的定量柱 平日工作繁忙 张先生很少会关注自己的身体 去年发现自己容易疲惫 偶尔也有泡沫尿症状 但很快就消失了 也没有太在意 张先生一般睡前都会习惯上一趟厕所 因此平时很少起夜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夜晚总是会被尿憋醒 基本一天晚上得上三次厕所左右 极大的影响了睡眠质量 苦不堪言 直到今年三月中旬 张先生突然感觉全身发软 没有力气 随即晕倒在了地上 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后 竟然被诊断出肾衰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睡前总得跑一趟厕所 把膀胱里的尿排光了才能安心睡觉 这到底是疾病还是心理作用呢 晚上起夜几次算正常呢 一 睡前总是想去厕所是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考试前 上车前 睡觉前 总要先上个厕所才安心 人到底是如何排尿的 为什么睡觉前总会想上厕所 一个人产生尿意 与膀胱有关 膀胱的存储量是有限的 当膀胱充盈到一定程度 膀胱中的神经细胞 就会给大脑传递 我满了 要放尿了 从而使身体产生排尿的紧迫感 当我们去厕所时 大脑又会向膀胱肌肉发出信号 这里可以放尿了 来吧 然后膀胱收缩 扩约肌松弛 尿液排出 睡前总是得上一趟厕所才安心 其实是受到这几种情况的影响 一 膀胱敏感度高 膀胱比较敏感的人 稍有尿意就会辗转难眠 因此 他们往往会倾向 睡前上个厕所 以免半夜被憋醒 破坏了睡意 二 神经性尿瓶 神经性尿瓶也称为心理作用 他们往往会习惯于 床 手机 厕所 床 这一场景 如果过程中有一处变化 就会影响到睡眠 这种心理性排尿 医学上称为场景性多尿症 与泌尿系统病变无关 三 条件反射 有不少人从小就被父母教育 睡前要上个厕所 防止尿床或起夜 这种习惯伴随着成长 导致人产生条件反射 形成了睡眠与上厕所的关联性 到了睡眠时间 自然就会先去个厕所 四 心理因素 除了一些病例方面的原因 一般人在神经紧张的情况下 也会产生尿频的迹象 如有些学生在考试前心理非常紧张 一紧张就想喝水 喝了水接着就想去厕所 等考完试 不紧张了 小便次数也就正常了 除此之外 还有些人可能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一直想着自己喝完水 立马就会想去厕所 结果就真的尿频 但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是自己在心里暗示自己的效果 因此 如果只是单纯上厕所 没有其他异常的话 不必太过担心 是疾病引起的咽尿 二 企业次数多 是暗示身不好吗 有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 可能晚上会有企业上厕所的习惯 但如果对于一些中青年的人来说 平凡起夜又暗示了什么呢 夜尿多指每晚排尿 大于等于两次 即起夜超过两次以上 夜尿过多会给患者造成睡眠障碍 增加老年人跌倒及骨折风险 夜间起床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 增加心血管意外 同时还会影响夜尿患者的睡眠质量 增加抑郁症的发病率 若频繁出现夜尿增多的情况 需要警惕是疾病的可能性 一 肾脏疾病 夜尿增多是高血压性肾脏病的特征性表现 高血压可引起肾动脉重要硬化 肾小管缺血等 此外 慢性肾衰竭也会引起肾小球 肾小管受损 患者也会有夜尿增多的表现 二 前列腺疾病 尿瓶与前列腺充血刺激有关 若发生前列腺增深或梗阻加重 就会使膀胱有容量减少 尿瓶更加明显 三 糖尿病 尿瓶是糖尿病典型表现之一 当血糖过高 尿中大量糖排出可引起融质性利尿 同时血糖升高 机体为了代谢也会增加饮水量 刺激排尿 四 高钙血症 甲状腺功能抗净 或有多发性骨髓流 可引起血盖升高 进一步伤害肾小管 患者会表现出多尿 尿瓶 五 心力衰竭 咽尿多也是心力衰竭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 由于心衰患者多因高血压 动脉中央硬化索引 常会累积 甚至使肾脏在夜间浓缩功能受到障碍 夜尿就会明显增多 三 一喝完水就想上厕所 是正常的吗 有些人好久才上一次厕所 但有些人明明才喝完水没几分钟就想跑厕所 这是正常现象吗 人饮水后也是有个体差异的 变成尿液最短只需要6到8分钟 最长则需要120分钟 一般情况下 水在体内代谢需要30到45分钟 也就是一般会在30到45分钟左右 会想上一趟厕所 但水在体内停留时间长短 也会受到饮食 身体缺水程度 气温变化的影响 人们由于各自饮食习惯的原因 可能会偶尔出现一喝水就想上厕所的情况 这种一般是正常的 当如果一个人平时喝水很少 突然一次性饮用大量水 也可能出现立马想上厕所的状况 另外 妊娠期的妇女也可能会一喝水就想上厕所 或者若吃得过闲 天气太冷 喝了很多饮料等 人就会容易有尿意 上厕所的时间也会缩短 除此之外 还有季节等的外界因素 比如一般人冬天会比夏天上厕所的次数多 这是因为夏天时 人身体内的水分 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汗液形式排出的 而冬天出汗少 因此 当一个人摄入相同的水量 冬天小便次数会比夏天多 日常生活中 排尿时也要养成健康的排尿习惯 一 不要憋尿 有尿意及时排出 否则长期如此 容易造成膀胱破裂 引发附膜炎 甚至会造成感染性休克 膀胱癌的发病率 与尿液在膀胱中的滞留时间成正比 这是因为尿液中有一种致癌化学物质 它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膀胱的肌纤维 促进其致癌作用 二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避免久坐 给膀胱过度的压迫感 运动可引起肾脏功能的改变 适度运动会加强肾脏各方面功能的提高 达到健慎的目的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表明 长期运动对保护肾功能有一定的作用 他们通过肾功能衰竭患者进行运动疗法 发现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但是注意一定不要过度剧烈运动 否则会造成反向的效果 运动一定要适宜才最好 三 及时就诊 当发生液尿频繁或尿量不正常 需及时就诊 不要耽误病情 四 定期体健 对于因慢性疾病引起的排尿异常 应积极配合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液尿症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会逐渐升高 研究发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 约有70%会存在液尿问题 当老年人上厕所时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一定要缓缓站立 保证居室的光亮度 排尿时先进行深呼吸再排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